正好是中秋节 正好这个作品是月亮 我们俩这次来之前就非常兴奋 就希望在舞台上能够表现出 我们俩各自的这个声音 然后一定要做到水乳交融般的感觉 这次歌曲的风格就相对来说 会比较抒情一些 可能也是一种对于爱情的一种 寄托和向往吧 我也是第一次在户外 录这样这么大型的晚会 我自己还蛮期待的 蛮期待的 因为会看到鼓楼 是做它的那个背景 然后还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月亮 特别有花好月圆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首歌在这里唱的特别有感觉 洛阳呢是十三朝古都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 我觉得唱这首歌呢 就更感觉的有一种那种厚重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